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叫刘俊申 好高兴认识你 请问你贵姓啊 你好啊 我姓盐 叫小家 你可以叫我小家 你在这里做了几年啊 前前后后都有三年啊 你呢 这份是你第一份工啊 不是啊 我转了两份工 今天第一天上班而已 那应该常常都会见到啊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你好啊 美女 我不可以认识你啊 嗯 可以的 我叫严小家 你呢 你好 我叫刘俊申 现在是北京读书 放假回来香港 你好似不是香港人哦 我的个不是香港人啊 不过我在香港读书咯 那几天就回去了 哦 那你广东话都讲得好好哦 不如我带你四周围走下 都好啊 我都不太熟这边 好 刚刚我们已经在视频中看见了 关于自我介绍的时候 尤其是在同学之间的介绍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 用粤语来进行表达 那么现在呢 我会将 刚刚对话之中男女主角所说的 这个话呢 我会放在这边 然后我尽量的呢 不标注粤语的这个发音的方式 同学可以通过去听的过程 以及或自己进行一些的 去尝试将这些语句 这些字通过粤语呢 拼出来 那么现在呢 我会为大家呢 一点一点的去讲这些 我们在日常的语境中 我们会常常用到的这么一种表达 那么这些表达呢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带大家去阅读 首先呢 像这个 刚刚我们在这课室里面的时候 男同学先开始先来说话 然后他说 这个意思是说 之前好似的好似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这是在粤语之中 我们要表达好像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会说是好似 这个就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古语结构 古文结构的 好似什么什么 我们会用好似 好似 好似 这么一种表达 所以他说的是 咦 之前好像我没有见过你 我没有见过你 然后女生就开始说了 这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要记住这个 这个词呢 是是的意思 所以他说的是 我是新同学 这个词呢 相信同学都还记得 累这是代表来的意思 当然在这里呢 他意思是说 我是一位新同学 其实这个累嘎 在这里呢 它更像一种语气助词 那么这语气助词呢 其实粤语之中 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语气助词 这些带口字旁的这些词呢 我们比如平时在打字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 见到很多 但是在普通话之中 一般我们会把它当成一种仿生词 去使用 但是呢 很多这种仿生词呢 在这个粤语之中呢 却会成为一种语气的助词 那么这个呢 我会在之后的语法课的时候呢 专门讲语气助词的时候 为大家带来更多的 这个粤语方面的语气助词的 一些特色 那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句话就说 我是新同学 我是新同学 我叫小家 你呢 这个词呢 这个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粤语它如果我们要把这个词发完的话 这个声这个词发完整的话 应该是some 我们到最后的嘴唇是合并的 但是我们如果听这个 在对话之中的这位男生呢 也同样因为他的那个 我所说的粤语它有不同的 不同的方言所会影响到 尤其不同地区 粤语的那种 那种发音的方式 是会不同的 那么在这里呢 它会发成some 对吧 some 但其实呢 如果我们要把它完全发完呢 应该是some some 我叫做some 好高兴认识你 就是好高兴认识你 这个好 我们不要忘记 在粤语之中的好呢 一般就代表是很的意思 就等于说 我很高兴 能够认识你 然后下一个 他说 女生继续问了 你 这个好像在课室之中 比如说我 我作为这个男生 跟个女生 在聊天的过程中 可能他是一个新同学 然后他 可能对于某一个 某一位女生 他可能认识 或者是他 想知道他的名字一类的 然后他就指着那个女生 他问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这个词呢 这字呢 就是一个不的意思 所以你 你知不知道 个 个就是那 个就是那 那个女生 叫什么名字 你知不知道 那个女生 叫什么名字 然后男生回答 他叫 这个可言 我们不要忘记 就是一个他的意思 也指男性他 也指女性他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指向一个女性的他的 可言 他叫沉静 这就是我们等于说 我们要表达他的沉 和他的静 如果写的时候 我们会 比如说我们说 姓李的李 我们是母子李 对吧 然后这个沉呢 在粤语之中 我们把它偏旁拆开 就是一个尔和一个东 尔东沉 这个沟这个词呢 就不代表 他也同样代表 那个的意思 这代表是 这是安静的 那个静 这等于说 这个静呢 是指 是跟安静的静呢 是一样的 安静 好好人 这个嘎呢 又是一个语气主词 那么好好人 就是一个 代表他是 好好人的意思 就代表 有一个好呢 就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 程度词 也就是狠的意思 所以他意思说 他叫沉静 尔东沉 安静的静 然后他的人呢 很好的 你如果想认识他 你如果想认识他 我们一般呢 会把这个认这个词呢 去掉 我们直接用 食 食 这个词 你如果想认识他 我可以解释 你的食 这个的 别忘了 就是一个门的意思 我可以呢 介绍你们认识 顺便 一切食饭呢 这个 一起 一起 其实在 这个 粤语之中呢 就代表普通话的 一起的意思 我们一起吃饭吧 然后女生说 好啊 那么这是一个 我们可能在 在学校的 一种氛围内 我们会常常 遇到的一种 一种事情 大家 在交新朋友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么一些的 一些对话细节 那么这是一个 我们这一个 在课室里面的 同学之间对话的 一个范本 然后我们也如果 来到一个 比较正式的 像工作 工作场合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要 进行 另一种方式了 男生 也是同时 男生开始说 你好 你好 我叫老尊三 好高兴认识你 请问你贵心啊 那么这个 一开始我们看 都没有问题 然后来到这一句呢 我们会发现 这种方式变了 对吧 那个我们如果是 跟朋友与朋友之间 我们可以直接说 就是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叫什么名字 但是来到了 比较正式的场合 我们一般都会 问对方的 姓氏是什么啊 主要因为 我们合作的过程中 我们一般称呼 人家的时候 我们会 比如说 黄小姐 黄先生啊 这类的称呼 所以我们一般是 问姓啊 是一种非常 是一种非常 具有尊重意味的 一种方式 而不会直接问名 因此呢 女生 但是我们 但是同样啊 就是如果当一个 粤语使用者 你跟他进行一个 工作上的交谈的时候 然后你被问到姓氏了 然后你就 你如果想展现 你的友好 然后你其实应该是 把你的名字 也同时说出来的 因为这个 你贵姓啊 这个就你的姓 你的 你尊贵的姓氏是什么 这个其实呢 就是一种 一种表达的方式 他其实问的 也一样的 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 能够跟他 有更好的接触 所以你是可以呢 将自己名字 也说出来的 因此呢 这个女生呢 就做了这一种方式 就是 我姓姻 我姓妍 叫小家 叫小家 你好 你叫我小家 那么这一句呢 这一句呢 就比较像是 这个工作伙伴之间的 一种 一种询问方式了 那么这一句呢 也一下子就令 两人的一种关系呢 从一个非常陌生的 变得有一点像是 工作伙伴也好 或是朋友也好的 所以这个是一种技巧 在粤语之中 然后男生继续问了 你还 你都走走给林 就是 这个还 就是一个 一个在的意思 你在 你都 你 就是这 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做 走 这个走 就是一个 的意思 表示这个时间 已经流逝了 等于它是一个 已经是一种过去的 一种完成的 一种表达法 这是 这是 这是中文的 一种实态 其实中文 很多人都说 这个中文 不像英语 有很明确的 这个所谓的 past tense 但其实呢 中文有很多的 语句 比如我们的 了 其实也是表达一种 一种完成的 一种状态 那么在粤语之中呢 就是 走 你还 走走给你 就是 你在这里 工作了几年啊 然后女生回答 请请好好都要三明了 这个了呢 也同时是一个 它有 它接近 那个普通话的了 的意思 但是它也更多的是 一种语气的注词 那么 前前后后 就是 就前前后后 就是 那个 一个时间段来说 就是我们 如果我们再回答 你在这边 工作了多久的时候 我们一般呢 我们比如说一个 约束 我差不多工作了三年 这是普通话的说法 那么如果是广东话 粤语的说法呢 我们就大概会说 我请请好好 都要三明了 就是 这样的一种 大约的一种意思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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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还你 大家分工 你呢 这个是你的 第一份工作吗 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 然后男生回答 我军过两份 干嘛 大家分工 那么这个呢 意思就是说 女生问 这个是不是你第一份工作啊 男生回答 我其实已经 换过两份工作了 我军过两份 这是我转 我转换的 我转变的 我转了 我转了两份工作 然后今天呢 是第一天上班 翻工 这个反这个词呢 就是在古文之中 常见到的 这是一种 一种往反 我们会说往反 那个反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等于说上班 就是我第一天上班的意思 然后女生继续 女生就说了 啊 感恩应该 整个都会跟着 合作愉快 感恩就是 那么的意思 那么 我们应该呢 经常都会见到 整个就是 整日 整日这个是非常 非常容易理解的 就是我整天 整日 都会见到 那么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工作场合之中 我们在面对对方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进行的 一些表达的方式 那么千万不要忘记的 就是当粤鱼呢 我们遇到一个 比较陌生的 或你比较尊重他的人的时候 我们一般啊 尤其是工作上 我们都会先问 就是 请问你贵姓 当然这个 这个 这是一种礼貌啊 尤其是晚辈对长辈 那么通常呢 回答那个人呢 不能够只回答 自己是什么姓氏啊 比如你不能只说 我姓黄就就完事了 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希望让大家 让对方呢 有更多机会接触我们 所以呢 我们会表达更多的 比如像这一段呢 他就会说 我教授名字 那么当然在这个 国内的状况呢 很少人啊 会从中学 或者小学 或者幼稚园呢 就已经开始需要 起自己的一个英文名字 但是其实在香港的社会呢 尤其在澳门 香港这类社会呢 其实英文名字 是很普遍的 所以有些时候 啊 我们问贵姓 可能他会说啊 我叫什么什么 然后他会直接给你 一个英文名字 这也是一个 一个等于说 粤语的环境之中 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常常会 用英文 来去称呼对方的 好 然后是另一个了 这个呢 就是在街上 如果我们遇到了 一些人 然后我们想去认识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 用什么方式去开口 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比较随意的 随性的 在街上的一种 一种 一种方式 啊 然后这个 这个 我们从读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也能感觉到啊 这个 这个一男一女呢 他们的那个 交友的谨慎度呢 都是没有这么强的 就他们没有很强的 一种自我保护的 一种防卫意识 那么这里呢 我们看见啊 男生先说 你好啊 美女啊 这个这个这个字呢 在普通话是 亮或者静啊 用于名字啊 或者是用于正式的 表达的时候是静啊 亮的话就是 也有代表 就是漂亮的意思 那么刚好呢 粤语就把这个词呢 直接借来了啊 直接用作这个漂亮的意思啊 等于说 你好啊 美女啊 我们会用美女 你好美女 好不可以适合你啊 就是嗯 这个是不 这个是就是认识 可不可以认识你啊 女生说 可以啊 我叫饮食嘎 你呢 这句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下一个 我叫正三 以嘎 以嘎 大家别忘了 这个耳家 以嘎 就是代表是现在的意思 现在 现在 以嘎还不均毒素 现在呢 这个还呢 和那个 这个单纯没有口子旁的那个海呢 是不同的意思的 啊 这个是在的意思 等于说 我现在呢 在北京 念书 放假 放假 翻来香港 就是放假呢 回来香港 这个翻就是回 啊 这个你就是来 所以呢 就是放假 回来香港 你呢 你呢 啊 你好像不是香港人 啊 这个 你好像呢 不是香港人 女生就说了 我的确不是 啊 我的确就不是 啊 我的 我在香港 读书 啊 我就在 香港念书 过几日 就回去 啊 过几日 的意思就是 过几天 啊 过几天 啊 我们的天呢 在粤语呢 很多情况会 写作日 过几日 啊 过几日 就回去 那男生说 这个男生的说了 那你的广东话 也真的是挺好的 啊 这个好好 别忘了 我们就是 包括了很好 包括了挺好 包括了非常好 包括了十分好 都包括在其中了 我们得看这个 语境啊 的时候 我们是 寻找一个合适的 那么呢 在粤语之中 挺方便 就说 猴猴啊 一般都能够 表达干净了 如果带你啊 周围走一走 啊 在周围走一走 那女生说 都好啊 我还好 你这么说 哎 也可以啊 挺好的 因为呢 我不是啊 很熟 这里啊 我不是很熟 这里 那么因此呢 等于说 如果我们在平时 要去认识 对方啊 我们去找寻一个 一个聊天的机会 或我们开始 第一次我们见面 我们互相介绍的时候 啊 这些句子呢 就可以牢记于心 因为这些都是比较日常的一种 一种问答的方式 那么这个视频的这个内容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